娱乐圈中有明星夫妻有很多,并且有很多在结婚几十年后依然非常的恩爱,比如像陆毅跟鲍磊夫妻,结婚二十多年就从没有出现过绯闻,是圈内公认的模范夫妻,而在香港娱乐圈同样有这样一对明星夫妻,只不过两人走到今天也是历经各种磨难,他们就是梁朝伟跟刘嘉玲了。 对于这对夫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,梁朝伟是影帝,而刘嘉玲则是影后,两人都是非常有实力的演员,虽然现在两人的感情非常的好。 但是在早些年,梁朝伟经常会有一些绯闻流出,以至于刘嘉玲会各种吃醋,比如曾经在电影《重庆森林》中跟周嘉玲合作拍摄,因为剧中有很多激情戏,所以两人当时就传出了绯闻,有的人更是说两人演戏, 只不过事实的真相就不得而知了,而这次彻底打翻了刘嘉玲的醋坛子。 当时就逼梁朝伟公开声明以后再也不跟周嘉玲合作,这事情最后才得以平息。 为什么刘嘉玲会这么吃醋是有原因的,从小就出生在国外的周嘉玲非常的优秀,能说一口的粤语跟英语,后来在中学的时候回到了香港,在香港大学读完法律专业,那个时候的他其实非常的喜欢律师这个行业,所以他立志要当一个律师,结果却被心探发现,让他去参加香港小姐的选举。 于是他就在1991年的时候去参加了港姐的选拔,并且获得了亚军,要知道当年的季军可是蔡绍芬,足以可见他的才华跟颜值有多出众了。 影帝梁朝伟和空姐周嘉玲的戏,演技非常出色。 获得亚军后的周嘉玲就加入了明珠台当上了主持人,慢慢的开始也在一些影视剧中出现,跟很多大咖明星都合作过,比如像张学友,李连杰等,而跟他合作过的明星都称赞他身材火辣。 在1993年的时候跟梁朝伟合作拍摄电影《星难兄难地》,在剧中饰演一位心理医生,当时剧中的两人就有一些暧昧的镜头,只不过那个时候的周嘉玲还只是个刚进入演艺圈的女艺人,所以并没有引起大家的关注,不过对于跟梁朝伟后来的绯闻却埋下了伏笔。 很快的两人就再度在《重庆森林》中合作,而这一次就因为各种激情戏让刘嘉玲吃醋,就发生了上年所述的事情。 后来没过多久,周嘉玲就出国发展了,到了好莱坞后也出演了很多的电影,只不过反响平平,也算是一次失败的经历了。 发展失败后他又回到了香港,很快的又跟黎明合作了,一见钟情,后面陆续的也拍摄了几部戏,但是却没有了当年的那种人气。 于是他就选择习引,转行做起了公关,在2005年的时候跟一位比利时国籍的印度人相识并结婚,三年后生下了一个女儿。 如今的周嘉玲虽然淡出了娱乐圈,但是却成为了一个名媛,过上了阔态的生活,婚后的生活也是多姿多彩,老公对他也是十分的疼爱,也算是圆满了。 和梁朝伟演戏,让刘嘉玲吃醋,出国发展失败,吸引嫁人成名媛,对于刘嘉玲跟梁朝伟两人的感情来说是历经磨难,不过还好最后都熬过去了,现在两人婚后也是十分幸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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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